好乾啊 我很想射了 不行不行不行 大家好 我是Mira 為了等喜歡旅遊、喜歡韓國的小蜜蜂們 可以有一個更加即時交流的機會 我開了一個Facebook的社團 叫做Mira與蜜蜂兵團一起玩韓國 大家可以在社團裡分享你們在韓國的所見所聞 你們推薦的景點或者你們覺得好吃的食物 都可以和大家分享 而我本人也會在社團裡和大家交流 更加有不定期的社團限定小福利送給大家 大家記得快點過來我社團玩吧 大家好 我是Mira 又是這個美妝Buy&Buy的時間 今天要用的牌子就是這個韓國牌 Code 話說這個牌子我大概在今年年初的時候認識 話說我當初打算找Primer 然後我在Olive Young看到這支 那些東西一直都寫著是the best 但當初我就不太知道這個品牌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去理它 但又連合到現在 剛才我上網搜尋一些韓國化妝品牌子的牌子的時候 這個Primer 經常都是很頂級的位置 所以今天我就想來試一下這個Primer 那順便我打算今天一系列的化妝品都是用這個 那這支影片就不是任何的業配的 純粹個人分享 我自己花了十幾萬萬買的化妝品 那就看看它好不好用 它的Primer是有四款的 通常我自己會選Hydra 即是比較保水系列 但是四款裡面它是人氣最高的 那所以我覺得既然要試 那我就試過最好賣的 所以我就選了綠色這個 這支出來是這個乳白色的 我覺得它用起來 它是一個好像塗Lotion的感覺 平時塗毛孔Primer的時候 毛孔好像被填平了那個感覺 其實這個是會有那個感覺 我個人喜歡Primer或者Base 是保水的效果比較重 你塗上臉後有一點粉粉的 所以這個Primer我不是特別 我覺得它非常之好 它每一個顏色都有不同的功效 所以我建議如果是 喜歡比較保濕的朋友 可以選藍色那款 然後呢 眼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自己很少用 Eye Primer 但我看到他們也有出Eye Primer 所以我就買回來了 我以為它是透明的 但其實它是有顏色的 就塗在眼蓋的這個位置 眼蓋是出油的朋友 其實真的很需要Eye Primer去幫助你控油的 我就是看情況的 我眼蓋不算是經常出油 但是 油用也是好過沒有用的 那粉底的部分 我就選了Foundation 那我記得它好像有Cushion 它只有兩個色號質 那我用的這個是 22.5號Ginger 那這個已經比較深一點 這個有35度防曬 PA++ 要留意它是Semi Matte 所以某程度上 我看到它寫著是Matte的時候 我也有預料它的粉底是 可能會比較偏乾一點 那現在我塗了臉 我覺得已經有點乾了 它這個粉底的感覺 那個不像平常用的那些粉底 因為譬如我之前用Matte的時候 Matte的那隻粉底都是霧面的 但是沒有這個那麼乾的 但現在已經有一種 不知道鏡頭看不出 但是 其實現在是整個很粉感 我覺得現在是 粉的程度好像塗完乾粉一樣 會令我有點擔心 我保持整天之後 我的臉會不會有一點裂開的感覺 嘩好乾啊 看到沒有 它是沒有光影和陰影 所以就skip了 然後呢 它也是沒有眉粉那些 所以我就直接上這個眉 Gel 眉 Gel有兩個還是三個色 但我覺得這個啡 有一點跟我的啡 有點不同 不過我也照樣用 其實平時我畫眉的時候 我會使用眉粉或者眉筆 怎樣畫了一個影 然後再上眉 Gel 但是 不能先做那個動作 所以 眉應該畫得不太漂亮 反正我有流海 可以遮蓋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用 慣了Dude House的眉 Gel 所以 我是習慣了那個眉 Gel的頭 這個我覺得有點 可能因為我不熟悉 所以 我覺得畫得不太皺 然後就到這個眼影的部分 眼影呢 它是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偏黃的 一個是偏紅的 那我就選擇了一個偏黃的 非常之大地色 我平時其實就是甚少用烈的色 因為我很喜歡一些誇張的色 這個顏色到我來說是有難度的 儘量試試看 顏色上都OK的 即是 都看到有些顏色 跟我的左邊有沒有分別 好 然後就 眼線也要 畫一點的陰影 只可以說這個是一個非常自然的眼妝 我覺得跟我左邊沒有什麼分別 呃 它們有出眼線液 它好像都有兩個顏色 一個啡一個黑 那我就選了啡色 它是這樣搓眼線液出來 通常眼線筆或眼線我會選黑色 但是 通常是沒有貨才會選啡色 就是這樣 巧克力啡色 我覺得用啡色眼線的話 整個眼妝出來 是會非常之自然的 我覺得這個眼尺不會這麼好用 因為它那些要經常這樣搓 畫的時候是挺順滑的 但是會經常斷了那些顏色 這個呢 就是它們的遮瑕膏 粉已經把我面膏很乾 所以我現在不是很想上遮瑕膏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這些設計的遮瑕膏 我總是覺得 不知道它很容易就會弄到整個嘴巴都很骯髒 但是我覺得這樣看呢 粉底的遮瑕度 也是OK的 我想說 好乾 我想射了 非常顯眼紋 不行不行不行 然後就是 就是 睫毛液 因為它這個位置都做得很窄 所以你塗睫毛的時候 就算是新手的話 你都會覺得很容易控制 完全沒有什麼難度 而且它都塗得很根根分明 我挺欣賞它們這個眼睫毛液 暫時我覺得 睫毛液是最高分 Code的底妝方面 基本上全部都是霧面 它的眼影都是霧面 所以它們也有出一些比較Bling Bling的產品 就是這些閃粉筆 它們有五種顏色 我這三支是細緻 它是一個package 2400萬 它是9900萬 一支大的 但因為我覺得一支大的 可能也有時間用 所以我就寧願買三支回來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用一些Bling Bling的產品 所以我現在就會把這個閃粉 放在我眼頭這個位置 這個是1號 它們的1號色 應該是它們的黃牌 它們寫著也是Best 有沒有立刻覺得不同了 和左眼 你會覺得整個多了很多生氣 所以適當地用一些閃粉 是很有這個別妖性的 好了這樣 眼妝的部分就已經完成了 然後因為它們是沒有出胭脂的 所以胭脂我就會skip它 然後現在就是嘴嘴的部分 它們都有出不同系列的唇膏 我試了這麼多一支 那我就選了這個 這個是Air Blur Tint 選這支的原因是因為 我在Olive Yarn試完之後 我覺得它的質地是最舒服的 因為我覺得整個妝很淡 所以我覺得整個妝很需要一個重點 那這個重點我就放在嘴裡 是不是立刻拆很遠 這個Lip Tint 我有點擔心 因為我當初在Olive Yarn試它 那我試了上手 我手的顏色是抹不掉的 所以對它的持久度是非常強勁 但我覺得這個Tint 也有點黏牙的問題 因為剛才我說了說話 然後它又黏在我的門牙上 所以可能大家如果要防止這個問題的話 就可以這樣把匙巾這樣 輕輕擦一擦 就可以把多餘的Tint擦出來 那現在整個妝就完成了 那今天整天就跟大家 測試一下這個妝可以貼多久 現在是十點鐘 那化妝是一個小時的狀態 還是跟剛剛化妝的時候是沒有分別的 是完全沒有出過油 那現在我就要去上一條香絲課程 那三個小時都會去室內的 上完課之後再給大家看一下妝是如何 現在是1點半 妝的狀態還是非常之不錯 該有的東西完全還在 那現在要去吃東西看一下嘴 會不會溶了 很誇張 唇妝是完全 又不是完全的呢 凹凹了大概5% 但我覺得它有點變了顏色 因為一開始塗是比較鮮紅 但是過了幾個小時之後 然後它編比較短 過來做Fruitment 那有些水蒸氣 那臉一定會出油 好了現在是4點17分 因為剛剛呢 狂比水蒸氣這樣做臉 所以明顯地呢 因為妝是有點融融的 但是外面油的情況又不是很嚴重 因為現在看到 真的不太亮 但我反而覺得黑眼圈的部分 是有點嚴重 因為我是有茶之後補出來的 但是現在是很黑 而且我覺得這個粉底呢 是偏乾的 因為其實由我塗粉底那一刻 我已經覺得有點乾了 但我猜可能 隨著時間過去呢 可能因為會出油 所以會令到那個乾的感覺 沒有那麼嚴重 但其實現在也是有跌的 現在是過了超過六個小時 但是它嘴的情況是非常好 首先呢 又有吃過東西 又有喝東西 沒有補妝的情況之下 它的顯色度也算是不錯的 回到家了 然後剛剛發現原來 韓國出了 粟米批啊 好喜歡的粟米批啊 我是很喜歡吃粟米的 但是韓國的粟米製品呢 真的少之有少 甚至韓國的粟米濃湯呢 我不是說麥當勞 我不是說罐裝那些 對我來說 不是說非常好喝 對我來說 所以剛才我看到 我推出這個粟米批的時候 我真的極度感動 但很可惜它也是限量版 為什麼蘋果批會是一直都有 而不是其他批 嗯 嗯 好了 剛剛的唇呢 我就補過一次 那現在呢 我就準備吃夜晚飯了 經過食物油份的洗禮之後呢 看看究竟 那些紅色還是不是到 現在是 10點 38分 由我剛才上妝 到 13個小時之後的這一刻呢 我還是覺得 臉是一直有一個 繃緊的感覺 乾的同時呢 大家其實看到我 是臉沒有什麼出油 其實剛才我不小心 我是睡著了 在沙發上 正常你睡覺 你可能是 睡... 大概兩個小時 你臉就開始會 出一陣油 但是剛才就完全沒有了 那我覺得如果真的要用這個粉底的時候呢 你的Base要用一些保濕的Base 在化妝之前呢 應該是做一些急救的 保濕動作 才可以用到 要不然就 真的有一點點 不太推薦了 眼妝方面呢 基本上呢 都是沒有 浮過粉 那樣子 所以其實我是蠻驚喜的 而且閃粉呢 也算挺持久 因為 我這樣塗 其實是沒有的 然後看看嘴巴 剛才我再吃了我的晚餐 還是有這麼多 它真的很持久 但我覺得它也有一個不好 就是它其實也挺難射 所以對這些難射的唇妝的時候 真的要給一點點耐性 那我覺得還有一樣 不是太推薦的 就是遮瑕膏 我是塗了在橫圈的位置 但是現在很明顯看上去是有黑眼圈的 我覺得它折毛液的表現力是不錯的 基本上這隻眼是沒有任何融的效果 然後我折毛液都算是容易射 我這樣抹了一下 基本上 七八成都 掉得七七八八了 好了 今天這個美妝 買不買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那希望我的分享是可以幫到大家了 那大家來到韓國就可以選擇 適合自己的產品了 那如果我喜歡今天的分享的話 可以幫我按讚我 記得follow我IG或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的動向 記得按下第二天和朋友的鐘 就不會錯過我最新的影片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